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你是否相信 苏晓得确实不在了 还说不吃醋 装 你再装啊 在我面前分分钟献出原形 不过她吃醋的样子 也是有魅力 走啦 你到底要纠缠若男到什么时候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做些 是吗 我现在正在追求若男 若男也同意尝试着跟我发展下去 而这个时候 你总出现来骚扰她 你觉着跟我有关吗 所以你们确定关系了 还没 但快了 所以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承认你 爱上了毒苦若男 没错 没错 在你之前 逼你更久 也就是说 你承认你自己 背叛了苏晓了 是吗 我对苏晓的感情 不需要任何人来质疑 我从来没有背叛人 更加没有忘记她 但若男出现 我很爱她 无法克制 而且 你的出现 让我更加确定 不应该再犹豫了 无论你是否相信 苏晓的确实不在了 跟在苏晓的份上 跟在苏晓的份上 你不配提苏晓 我顺便提醒你一下 保护好你的若男 我警告你 若男是我的底线 随便 在车里面 我们可能会提醒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